我們今次會講一下到底數學裡面如何去到定義一些基數 即是說呢 簡單來說就是那些數字 就是這樣我們說 最基本我們一開始會去到研究正整數 正整數就是說我們講的是1、2、3、4 這樣玩下去的就是正整數 我們用這些如果去到代表數量的話 就是1、2、3、4 即是1、2、3、4的玩法 但是我們如何去到定義的呢 我們可以這樣看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所有數字都是還未去到定義的 即是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不如我們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譬如我們這樣說 我們說用一個框去框著它 我們去點算這個框裡面有多少樣東西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這裡沒有東西 即是說框裡面有多少東西 這個框本身就沒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來說這裡其實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有0樣東西 對不對 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定義了0 所以當然我們要知道 如果我們講自然數來說 有些人會當0是自然數 有些人會當不是 我一般來說都會當是 因為呢 因為數是應該由0開始的 這樣的話我們說 我們定義了一個0 即是說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就叫0 對不對 很正常的 很合理 但是當我們定義了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玩 在另一個世界裡面 我們呢 我們可以用回舊有定義了的東西 是不是 舊有定義了的東西 這個叫0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這裡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再寫一次 這個是0 這個是代表0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裡點算一下 這個外面這個框 裡面到底有多少樣東西呢 我們要小心 我們說點算的東西 是我們定義了的東西 即是說一些不關事的東西 我們就不去點算它的 對不對 就是等於這樣 如果我們說去數 有多少枝筆 這樣 對不對 這裡就是三枝筆 但是如果你說旁邊有一個間斜 我們是不會去數它的 因為我們是在數有多少枝筆 對不對 所以同樣地 我們是在數已經定義了的東西 所以來說 我們這裡 其實那個0是定義了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外框裡面 嗯 有多少樣東西呢 我們要怎樣算它 其實它就是有一樣東西 對不對 就是說 這裡整件東西是代表1 明白 因為裡面有一樣東西 對不對 那又再來 如果這樣說 那2是怎樣做出來呢 很簡單 找回它的原理 記住 我們是用回已經定義了的東西去玩的 所以來講 如果是 我們要怎樣做呢 這裡呢 這個 就這樣一個 一個圈 我們說叫做0 對不對 那接著 我們之前定義了多少東西呢 我們定義了0 以及定義了1 我們可以做1 那1是怎樣的呢 那1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對不對 這個呢 我們說裡面那個呢 其實都是0 但是整個東西呢 這裡整個東西來說 因為裡面有一個東西 所以是不是這個就等於1 那我們再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如把整個大畫面去到 把它點算的話呢 那這裡有幾樣東西呢 這裡有個0 還有一個1 那雖然來說 這個呢 就會叫做2 對不對 那再看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怎樣玩 這個遊戲 再玩下去呢 那很明顯 我們已經定義了0 1和2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從此故技到 定義了3 就是這樣 這個叫0 這個叫1 這個叫1 這個東西呢 就叫2 對不對 再寫一個 我們說一開始 只有一個圈的時候 我們怎麼算裡面有幾樣東西呢 就是0樣嘛 所以這個叫0 跟著呢 我們說裡面這個叫0 對不對 跟著我們這裡呢 其實它有一塊東西 所以這個叫1 對不對 那其實跟之前的樣子是一樣的 那跟他們呢 這個也叫0 裡面這個叫0 那裡面這個叫0 那這裡整個叫1 對不對 那這裡整個呢 就會叫2 對不對 其實這個 這幅圖就是這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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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回之前定義的東西 因為這幅圖我們定義了0 這幅圖我們定義了1 這幅圖我們定義了1 這幅圖我們定義了2 對不對 所以同樣地呢 我們如果玩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再加一個外跨給它 我們去點算這個圖裡面有幾樣東西 那我們呢 就很明顯這個當然是3 對不對 因為它有0 1和2 所以就加三樣東西 那所以呢 不用我講下去了 因為講下去都是講不完的 對不對 再玩下去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怎樣玩 就是說 把0 1 2 和3 蓋起來 然後再用圖圖圖oro 可以點算圖圖圖圖圖圖圖 那實際你在做圖圖圖圖圖圖的總Ms Weil 怎樣還在圖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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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hus 實數或複數都更加複雜 但其實基本上都是 一開波的時候 我們都在講的是自然數 是最重要的 當我們定義了自然數之後 其他東西都是 可以說是高級的玩法 我們這次講到這裡 輕輕地介紹了 機數是怎樣去定義的 就是這樣 這次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問一下 這次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